天气越来越凉了,给家人做上一锅热乎的鲫鱼豆腐糖,美味健康,暖心又暖胃,跟我一起学着做吧 首先我们将鲤鱼去鳞,去塞,去内脏,然后将肚子里的黑膜去掉,也是去腥的关键 然后呢,咱们将鲤鱼背部轻轻的赶上花刀,不宜过深 在锅中热油,润下锅,油热到处,然后另起锅烧油,油热下入鲫鱼 鲤鱼下入锅中不要急着去翻弄,煎制几分钟就行了,咱们用筷子轻轻一翻,过来了就行 将鲤鱼的两面煎好之后啊,咱们加入开水,这也是汤白肉鲜的秘诀 再放几片葱姜去形,锅中水开,撇去浮沫了,盖上锅盖炖15分钟就行 家人们小套今天就看鱼的烧鱼就热门了 东东你们发财的小手给老弟点一个吧,支持一下,谢谢你们 炖好下入一块大豆腐,调入盐鸡丁,胡椒粉,不喜欢吃的不放 最后撒上香菜末,不喝,你学费了吧 家人们如果您在家有啥想吃不会做的,记得给老弟点个关注评论区告诉我 我来交费大家,关注我您才能找到我,感谢您的支持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